作為校長 好像剛才一頭這樣說 也是講求人滿少許去做教學 你怎樣看當中 學生、老師之間 甚至老師和家長之間的關係 學生和老師的關係 學生和老師的關係 其實就是有一種 好像老師和朋友的關係 我們在這裡 有一件事是不主張的 就是用暴力的方法去解決問題 包括小朋友 所以我們的學校 不是定義校規 我們定義生活公約 所以大人的作用 除了教學之外 就是生活上的示範 所以我們用生活公約 就是規管的 不只是小朋友 是全校所有人 譬如我們不會 可以隨便讀小朋友 更加不會 即是看佛小朋友 這些東西更加不會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這些東西小朋友 他不會 譬如我們的身教 還要研究 很多時候小朋友 反而會學會一件事 原來我們用這些方法 可以解決問題 他不會聽你的大道理 所以小朋友 無論是犯錯 一定也好 之前那種對話 討論是很重要 事情事件的落落去脈 認識了解 究竟為何做錯什麼 要他很清楚了解 然後他才會心甘情願 接受你的懲罰 所以老師呢 除了我們 當然在課室裏面 做一個老師的教育工作之外 有時出來小適的時間 都希望老師可以 陪小朋友一起去玩 一起玩 俗醫恩 一起打熱毛球 一起打籤球 一起露營 那樣 但是當然我們是大人 有時有些事情知道 是應該做不應該做的 小孩子犯錯 始終都是幫忙 但我們就不是那種 一過來就是 說你做錯的事情 不對 那樣 所以就是 那個 那個關係就是 你很像老師一樣 你也像朋友一樣 那 跟家長的關係 就是補程合作關係 嗯 因為呢 有些小孩子在學校 始終都是八個小時 七人 八個小時十個小時的 他們都要回家 那有些事情 我們希望家長 跟我們 在教育的方針 一致 那 而小孩子有些什麼問題 是 是家裡的 也都歡迎家長 來跟我們說 而我們發現 有些什麼學生 就是 學生有些什麼狀況 和問題 也都要去找回家長 問一下 有些什麼問題 根源在哪裡 有些事情 要從家裡那邊去解決 才可以做得到 嗯 剛剛也聽海星說的一件事 關於校園的公約 是 因為我看網頁也說到 其實 學校也說一件事 是 不要用一種權威去教導 是 那這個其實是否類似 我們一齊去訂立一些 叫公約 或者一些原則 是 那情況 是 當日一開始 我們大人去想了一些 很簡單的原則 打的原則 我們 都會拿去跟學生一起討論 嗯 他們未必會一條都會很清楚 有時候都是 模模糊糊地尊重人 沒有人沒有反對 對不對 嗯 不可以打人 這樣也沒有人會反對 所以我們就定了一些 很初步一些的公約 但我們就不會定一些 叫做 學校 例如穿裙要多長的 那些 頭髮要多長的 就不會定這些 這些我們覺得 是大家的自由 嗯 我們只是簡單 講一個原則 例如衣著要簡單的 就行了 而公約就可以改 可以更改 或者是修訂 甚至要加一些條文 有沒有一些例子 他們是 即是加了一些 即是小朋友發起 加了一些 覺得這樣好一點 一個人不發起 但是沒有通過 哈哈 那譬如是 通常是源於 生活上遇到的問題 嗯 譬如有些 有同學覺得 有些學生 在小息的時候 會搞搞振 會很亂 或者有爭執 又未必每次有 老師可以幫忙 解決問題 於是 於是他就提議 可不可以 好像一般學校 那樣 爭設風紀隊 什麼 哈哈 嗯 那就討論這些 那些 也挺激烈的 嗯 所以大家都有意見 是的 那有些同學 就很反對 那有風紀 還叫字 學校什麼 哈哈 就這樣想 好了 但是也有人說 我不是啊 都不是啊 那風紀學自然學 有自然學 風紀的風格 應該怎麼做 但是也有人說 我們其實要學 自律 對吧 我們要學 怎樣去 守規則 嗯 那我們要明白 一些規則 去做 應該是說 我們如果見到一個問題 不應該是 風紀負責 應該每一個同學都要負責 建議擁為 這件事應該是 每一個同學都應該要做到的事情 就不應該是 只是將這些責任 推給風紀的選擇 嗯 那最後呢 我們就有爭執 有爭議啦 大家投票了 投票結果呢 就是 大家都是覺得 不應該是 嗯 甚至風紀負責 應該呢 將責任 歸當給大家 大家都幫忙 去維持 學校的跌測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 是 通過的規則 嗯 就要打算 及到 過的規則 公司 已經是 開了 任何人 我一家呢 我一家呢 我一家呢